前文在族的書接上一回 話說陳家樂問瑞芳 她母親是得什麼病死的 瑞芳摸著手巾出來抹乾眼淚 她說 小姐那天 不知道為了什麼 她很不開心 連氣三天 都沒有好好吃過一口飯 又得了病 拖了十幾天 就過了新落 原來江南世家小姐出嫁的時候 照例有幾個丫鬟陪嫁 小姐後來雖然做了太太 做了媽媽 陪嫁丫鬟都老了 仍然叫她做小姐 瑞芳跟著又說 她說 小姐過世的時候 一尾掛著妳 她說 三官呢 她沒有回來 我要三官回來 就是這樣叫了兩天才死 她 陳家樂說 我 我 我真是不孝 媽媽臨死的時候要見我 那邊都見不到 媽媽的墳在哪兒來 在生起的海神廟後面 海神廟? 是 是 那間廟是今年春天才生起的 那間廟很大的 就在海堤邊來 天哪兒 我先去看看 不 誰說還沒講完 陳家樂已經從窗口飛身出去了 由家去海堤那条路他是最熟的 眨眼就走到去 只见西边有几座高楼 都是世史未见过的 估计必定是海神庙 于是一直走去庙门 忽然间 在庙左庙右同时响起轻微的脚步声 他急忙后退 就躲在一棵柳树后面 只见神庙左右 分别标出两个黑衣人 四个人在庙门口举手打个招呼 一步都没停 分别向着庙左庙右走了 陈家乐十分奇怪 他想 海宁是海边一个小小缘分 看这四个人的武功都不差 这书不知道有什么企图 他刚才想跟踪过去侦察一下 忽然间又听见脚步声 这次又是四个人 在海神庙旁边包抄过来 这四个人的身材无恙 跟仙庙那四个人就不一样了 他更加奇怪了 等这四个人交叉过了之后 立刻提起跳上庙门 打横躺在墙顶 低头望着下面 黑影童童又有四个人兜了过去 就这样数一数 总共大约有四十人左右 个个都是围绕着海神庙打圈 全神贯注一声都不出 武功都不是一般的 咦 是不是有什么教派举行拜神仪式呢 还是大批海盗在那里聚会分装 怕有人来抢 所以要巡逻得这么严密呢 如果不是自己轻功这么洗得 建机又快 早就被他们发觉了 陈家乐起了好奇心 轻轻跳落地 进去大殿里面看看 东殿供的呢 是建造海堤的吴越王前楼 西殿供的是朝臣五子衰和民总 再来到中殿 建上香烟缭绕 蜡烛点得光光满满 我心想 这床供的又不知是哪位大臣了 担高头看看 哎呀 整个傻了 中间端端正正坐在那里的朝臣 面目清瘦 有些小胡桑 拾足拾自己父亲 陈国老生前的相貌 陈家乐奇异万分了 忽然间 听见殿外有脚步声 就联盟躲在一座大钟后面 没多久 有四个人走进来 这四个人都穿着黑色衣服 手上握着兵器 在大殿行走一圈又走出去 陈家乐见到左边有一道门打开了 就静静走过去 一看 见到一条抢肠的白石涌道 一直通出去 气派宏伟 直情好像北京禁城宫殿的规模 我心想 运这条白石涌道走就容易被人发觉 于是就跳上涌道顶 有一阵风的跑 跑到涌道末尾 见到下面没有人 就跳回落地 走过去 又是一座神殿 外面写着天后宫三个大字 殿门就没关系 就想走进去 沾咬神像 进去一看 就更加惊奇 原来这个天后神像 面如满月 双眼眉开 竟然和自己亲生老母 随时的相貌一模一样 越看越奇 真是一头雲水 就转身走出去 就去找母亲的坟墓 只见天后宫后面 搭了一排连绵不断的黄布帐棚 陈家乐的墓在长角 望向外面 咦 只见到处都是 身穿黑衣的壮汉 在黄布帐棚外面 来回地巡逻 今晚见到的情形 真是发梦都想不到 决心探听我明明白白 陈家乐艺高人胆大 不怕他戒鼻心掩 他趴在地上 慢慢地拉到帐棚旁边 等两个黑衣人一背转身 就揭起帐棚 捐了进去 进去 见到帐棚里面空框框 一个人都没有 地下 十分之平整 连草根都铲得干干净净 帐棚一座接着一座 好像一条大涌道 一直通到后面 每座帐棚里面 都点着粗大的蜡烛和油灯 非常光亮 一眼看过去 两排灯火就好像两条火龙 一直伸展出去 什么事 为什么会这样 莫名其妙 陈家乐一 寶寶又向前走 真是好像发梦 四周围静英英 他屏息提气 走了几十步 忽然听见前面 有些衣服摩擦的嗖嗖声 他连望向旁边 闪开瀑低 隔了一阵间 见到没有动静了 又向前走了几步 灯光之下 见到前面拱起两座 冰裂的大坟 有个人面对着大坟 坐在树 每座坟前都有个石碑 碑上都提着 珠红色的大字 有块碑上面写的是 王清太子太父 文冤各大学士公报上书 陈文勤工 为世官之母 另外一块碑上面写的是 王清一品夫人 陈母徐夫人之母 陈家乐一看清楚 我心酸 原来自己父母亲 就撞到这树来 他现在都不顾得危机四伏 就想撲上去拜 刚刚踏出去一步 忽然见到坐在坟前 那个人站了起身 陈家乐立刻停步 站顶 只见那个人站了一阵 突然跪下 拜了几拜 就博在地上没有起身 他背部移动 移动 好像在哭 看到这样的情形 陈家乐本来那些提防疑虑的心情 都消除了 因为这个人既然在自己父母坟前哭拜 不是自己的亲属 也必定是父亲的学生步下 见那个人哭得这么悲痛 就轻手轻脚地走到他身边 轻轻拍他的肩膀 说 请起床 那个人吃了惊 突然间啪声跳起 他亦没有转身 大声地渴问 谁 陈家乐说 我亦是来拜坟的 他没有再理过的人 就跪在坟前 上去父母生前养育之恩 不甘淚如雨下 污热地叫 妈 爹 三观迷迟了 见不到你了 那个人 啊 这样的声 然后 急急向外跑 陈家乐站起身 向后连跳两步 就在那个人面前拦住他 灯光之下 两个人见面 大家都吓得退后几步 原来在他父母坟前哭拜的 不是帝哥 竟然就是当今满清乾隆皇帝宏力 乾隆说 你 你 你半夜三更来这儿干什么 陈家乐说 今天是我母亲生日 我来拜坟 你呢 你 你是陈世观的儿子 没错 江湖上很多人都知道 难道你不知道吗 没听说过 原来近年来 乾隆对海宁陈家 给予极大的恩宠 在大臣当中 虽然有人知道 红花会新首领 就是已故陈国老的儿子 但是谁都不敢提 虽然皇帝喜怒难测 一下多事说出来 掌赏就实没有了 说不定反而 能够到个杀身之祸 这阵时 陈家乐就更加私疑了 他想 外面戒备这么深疑 原来是保护皇帝 来到拜坟 那为什么事 要这么秘密呢 不但在半夜三更 而且坟墓和涌道 全部用黄布遮住 显然是不想被人知道 那为什么皇帝 又要偷偷来 拜一个大臣的坟墓呢 皇帝纵然对自己 大臣这么重幸 在他死后仍然挂着他 也缺无在他坟前 跪拜痛哭的道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陈家乐在那里猜测 乾隆也在那里仔细地打量他 过了阵乾隆说 坐下谈一下吧 两个人一拍 就坐在坟前的石上 他两个人今晚是第三次会面 第一次在灵隐天竹海后相逢 互相在差异之中 就带有结交的意识 第二次就在西湖上 明争暗斗 世成敌对 这次见面就不同 大大消除了敌意 还产生了亲近之心 乾隆拉着陈家乐的手说 你看我深夜来这里拜坟 一定觉得很奇怪 灵砖生前对我有恩 我之所以能够登上大堡 灵砖的功劳最大 所以趁着这次南巡 今晚特意来拜祭一下 陈家乐张信张仪 呜了一声 乾隆又说 这件事如果泄漏了出去 就十分不便 你能不能够答应我 决不吐露出去呢 陈家乐见到他尊崇自己父母 非常之感激 于是一旦答应说 你尽管放心 我在父母坟前发誓 今晚的事决不对任何人说 乾隆知道他是武林中的领袖人物 最讲信意的 何况又在他父母坟前发誓 当堂放心 面露笑容 两个人手握住手 坐在坟前 一个是当今中国皇帝 一个是江湖上第一大帮会的首领 两个人都在想着 一时之间没什么说话好说 过了很久 忽然远远好像有一阵闷雷的声音 陈家乐首先听见 他说朝来 我们去海堤边看看 我有十年没看过了 乾隆说好 仍然拖着陈家乐的手 就走出帐篷 陈家乐说 8月18日海潮最大 我母亲刚刚在这一天出生 所以他说到这一天停口不说 乾隆似乎极之关心 他问 灵堂怎样呢 所以 所以我母亲的龟名就叫做朝生 他一说出来就有点后悔 我心想 为什么我将妈妈的龟名都说给皇帝听呢 但是当时冲口而出 似乎是十分自然 乾隆的表情也有点悲哀 低低认了声 是 原来 下面的说话他忍着没有说 只是握着陈家乐的手震了几下 在外面秦罗那帮侍卫 看到皇帝走出来 连忙上前事后 忽然看到他身边多了个人 当然很奇怪 只是不敢出声 白镇处员 几个为首的侍卫就更加心慌胆振 为什么帐篷里面捐了个人进去 居然没有发觉呢 如果冲撞了性价 就杀头都不行 等我走近一看 看到皇帝旁边那个人 竟然就是红花会的总陀主 人人害怕得飙冷汗 侍卫就牵了皇帝的马来 乾隆对陈家乐说 你骑我这匹马 侍卫连忙又牵过一匹马来 两个人上了马 跑去春熙门 这阵时 轰轰轰轰的闷雷声渐渐响 出了春熙门 耳朵听到的全部都是浪淘声 但是看一个大海 一片平静的 海水在台下七八丈 月光淡淡在海面上 映出点点银光 乾隆望着海水出晨 隔了阵他说 你和我都很合 很有缘分 我明天回杭州 再住三天就回北京 你和我一起去好吗 最好以后经常在我身边 我见到你就好像见到宁尊一样 陈家乐慢慢想不到乾隆会那么温和亲切 说出这番说话 一时之间都不知怎样回答好 乾隆说 你文武存在 将来做到令尊这样的职位 也不是一件难事 这样比起云职江湖就高成万倍了 皇帝这句说话 即是答应将来升他做殿国大学士 清代是没有宰相的 大学士 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 我心想他一定是起出望外 叩头借恩的了 谁知陈家乐说 你一番好意我十分感激 但是如果我贪恋富贵 也不会离开各路的家庭 一个人流落江湖了 我正是想问你 为什么事好地地有公子都不做 走到江湖去干 是不是你不容于父亲啊 那又不是 是逢了我母亲之命这样做的 我父亲哥都不知道 他们还用了很多心机到处那么找我 直到现在阿哥还在派人找我呢 你母亲叫你离开家庭的吗 那真是奇了 为什么呢 陈家乐低低头不回答他 过了阵他说 这些是我母亲的伤心事 我亦不大明白 你海宁陈家世代沾英 功名之性海内无比 三百年来 进士二百几十人 为居宰父的有三人 做到尚书 侍郎 秦府 布政司的有成十一人 真是古今难得 令转文勤工 为官清正 时尚在先皇面前为民请命 以致痛哭流涕 先皇退朝之后 有几次哈哈大笑 说陈世观今天又为了百姓 向我大哭一场 哎呀 只有答应他啦 陈家乐听他说起父亲的政绩 又伤心又欢喜 他想 阿爹为百姓 而向皇帝痛哭 我就为百姓 去抢皇帝的军粮 做法不同 容易就一样的 这阵时 那些潮声越来越响 两个人说话的声音 就被他掩住了 只见远远一条白线 在月光之下 慢慢慢慢的移近过来 突然间 寒意逼人 白线越来越近 那些声音好像打大雷一样 潮水越近 那些声音就越响 直接好像百万大军冲锋 金箍齐名之中 一往无前 声势又宏伟到极 乾隆左手 拖着陈家乐的手 站在堤边 右手轻轻地 撥着那把接线 一见到大潮涌到来 不由得一惊 右手一松 那把接线跌到堤底的石级上面 这把线 就是陈家乐送给他的了 乾隆就叫了一声 哎呀 只见白针头下脚上 向着堤底蹤下去 左手在石级上面一感 右手已经执起那把接线 潮水涌到来越近越快 好像一座巨大的水墙 向着海堤压过来 眼见白针就被万丈波浪吞没 这么多示威都吓过叫他上来 白针迎神提气 施展轻功 顺着海堤石级走上来 但是未走到上堤顶 海潮已经卷到了 陈家乐见到情勢危急 立刻脱了身上的长衫 撕开两边 打个列子被上来 飞快抛到白针头顶 白针出力跳起 一手拉着长衫 这个时候 浪花已经扑到他的脚 陈家乐出来的抽 就把他拉上石堤 这个时候 乾隆和纵士卫 看到海潮这样的威势 都已经退后离开堤边几丈远 白针刚刚上来 海潮已经跟着卷上来了 陈家乐自小在堤边玩 熟悉朝鲜 一把白针拉上来 自己跟着向后连跳几条 白针落地的时候 这里的水已经成几尺深 他右手一挥 将接线向着柱原抛过去 张手立刻紧紧握着堤边一棵楼树 哇 那些海潮好像万马奔騰 杀时之间 已经将白针全身掩没 但是潮水来得快 退得亦快 眨一眼 潮水退得干干净净 白针闭着气 揽住坡柳树 十只手指好像十眼铁钉 深深地插入树身 等潮水退了 才白出手指退回后面 乾隆见到他忠诚英勇十分之高兴 在柱原手上摺摘 在柱原手上摺摺帆 对白针批下头 他说 回去想见黄马垮给你穿 白针全身湿透 连王跪低 扣头謝恩 乾隆对陈家乐说 古人说 十万军星 半夜潮 看着今晚这番情景 真可谓天下奇观 陈家乐说 当年前王用三千铁脑 要射落海潮 但是海潮何时又降低一点 可见自然的力量 想硬拗它是拗不过的 乾隆听他说的说话 似乎又要涉及在西湖上 谈论过的话题 知道他是决意 不肯来朝廷做官的了 他就说 人各有志 我也不勉强 不过我要劝你一句说话 各位 欲之后事如何 请下回分解